飞机列队展示高飞战斗机极速冲刺 喷出阵阵财物 霸气科技各种惊喜一次看 但要比奢华 雾面黑漆高贵典雅走机机舱 两两布局共四四个座位 全都采用商务舱规格 座椅背后不相萤幕 而是一人一台专属平板无线耳机 就连座位通通都能平躺 豪华斯人飞行艇业 瞄准各国断架胜地 明年更要飞行马尔蒂夫 目标五年内打造32架奢华飞机 而在这场败航展周更细襟的 就是空中计程车 因为不再只是科幻情节 圆湖机舱网如野兽般狂野 十几个螺旋桨向外延伸 让机身可以坐到垂直起降 更加安全 独立供电的电动飞行计程车 短短七分钟就能充饱电 续航力充上100公里 噪音还比传统直升机低上百倍 同样需求很大的就是货运市场 以色列G5B双引擎货机 手势亮相 操场机身走进内部 官场宛如长长走廊 高达百对的货物放进来的同时 还可以行驶超过四万五千英里 等于纽约到台北可以飞超过五次 随着航空交通量需求回温 机型不断提升 以来航展第一天就敲定多张百亿美元大订单 空中商机锐不可挡 东赛新闻张不祥福音文纵楼报导